整个状态都已经发生了改变 以前垂头上进 现在是精神满满 现在赚钱有的动力 对很多东西都感参加了兴趣 带 찾을 인생의 봉 내가 경험한 팽창강 임플란트 这场生活 我骑过摩托车 没什么不舒服感 然后晚上还喜欢趴着睡 然后 即把 压在床上 没有任何的不舒感 而且很快就 你看我精神这么好 肯定坐好睡的好觉 没有 没有任何不舒服 有女的伤位 有 没有什么限制吧 我感觉 这普遍我不喜欢趴在床上 我因为我个子太高了 不舒服 其他也没啥 含尿也很正常 义务感没有任何义务感 正常做新生活那种 硬度 是 新疆是根本不会产生任何痛感的 没有不舒感吧 像正常人一样 软的时候像正常人一样 新生活那时候也是 很正常 就没有任何不舒服 而且是 想 随时想干就干 偶尔吧会发现会膨胀 柜头会变得很大 说像以前 突然陈伯那种情况不会有了 不会 站着软了 忽然它立起来 不会再有种情况了 没有了 但是柜头会变大 柜头会变得很硬 说得挺刺激的时候 说实话 其实谁都没有说 任何人都不知道 我们一般 我没有让它摸过 苦酒的时候也是关着灯的 平时嘛 开着灯 坐的时候 反正是 没有察觉任何异常 也没有问过我 这个东西 我不确定 假如说它真的发现 它怎么会好意思问我 反正每次 都叫的 光潜上都能听见感觉的声音 特别大 我都受不了 叫点声音 这个东西我感觉是 金钱买不来的 金钱买不来的 真的是金钱买不来的 我感觉 我感觉 很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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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以前看见女的就害怕 看见女的,说实话家里面有的女的也想跟我上床 然后她说约会去开房,对于以前吧 约会去开房,然后一直给我打电话,一直给我打电话,一直给我发音息 我去不去,怎么样 然后我就退辞,不合适,咱们同学呢 七十八八的我是不修 然后现在,改变很大 人变得非常自信了 性欲更强,非常强,非常强烈 因为你这个东西好了嘛 就想的可以征服任何人,肯定心里面那个欲望变强了嘛,对不对 你以前不行,你有什么欲望啊 就是之前性欲低,是不是因为她不行啊 手术完之后,那一捏都硬了,变那么牛逼,看见女的 跟女的在一起就能进去,那怎么能不变强呢 是不是这个道理,对不对 那以前就不行,看见女的,那怎么会有欲望啊 人,整个状态都已经发生了改变,以前垂头散尽,现在是精神满满 现在,赚钱有的动力啊,现在赚钱肯定有动力啊 花了一百万吧,买了一辆车,买了一辆奔驰 现在,对很多东西都产生了兴趣啊 非常好啊,刚开始说后,有什么问题啊 我直接就给你们微信,不论视频通话了,我云通话了,或者拍照片了 对面会都回复的很及时 就说,该怎么怎么样去处理,有什么点赋了之类的都回我说 嗯,反正我感觉挺好的 对我来说,我只能这样跟你说吧 我后悔没有五年前就做 我这五年,这是光严他妈白白浪费掉了 我非常后悔 因为我这中间的十一,中间的五年是买不来我这个快乐的这个心情,这个状态 然后周五年经历了这么多女的 周五年几乎我都没经过一个女的 你看我长得也不丑,肯定女的身边女的也会比较多 周五年浪费了,损失了很多很多东西 是钱买不来的,根本就买不来 真的好多年,这个心里面的这个道路 心里曲折终于得到了释放了 但太不容易了 只是做这个手术也热了 哎呀,一夜之间吧,一夜之差 现在整个人生大道释放吧 没有后悔 因为我术前担心的不是的 业务感 这些都没有啊,我为什么要后悔呢? 我排尿也正常排尿 我做完之后发现血经正常射 而且时间还长了 以前十几分钟,现在能做半个小时了 而且射一次量还很大 我是五年多次 就是这五年我随便过来 而且今天很便宜 四百多块钱,五百多块钱就可以过来 刚开始被拒签了一次 第一次说我是目的不明确 因为我没有说我去韩国的目的 我就说去旅行,人家说我目的不明确 第二次呢,然后 就让你们医院给我盖的那个手术发表的招 然后我拍了一个图片 让人家提供了 人家 灵管直接就放人了 直接我钱账就挂了 很顺利 来韩国 目的你就是来看病的 是不是人家为什么不放你啊 对不对 你来复查的 你说的很清楚了 这个目的也很明确 人家肯定放着 感觉比去国内都方便 GP还这么便宜 四百块钱 我昨天晚上住了酒店才二百块钱 我感觉不贵啊 跟去国内一样 我感觉没啥去费啊 就除了语言一点不方便 我当时手机上带了我摆着地图什么的 有那个啪啪扣的翻译 这个吃饭什么的 也不是什么控制的事 如果说这一个男的是吧 先让他去看病 中国大医院跑完 一年之内 如果说看不好 就不要去看了 不要去浪费时间浪费金钱了 因为再花两年 再花三年 再花四年 再花五年 也是没有意义的 直接再做手术吧 我觉得也没啥想要说的 就感觉挺好的 就干就完了吧 可疑完了 可疑完了 你不把我摆下了 你不想要去看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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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